大家好,欢迎收看志愿书香,我是宁希 喜欢请您关注我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品读李清照的一首经典永物词 其实永物题材的诗词在五国古代诗歌中很常见 诗人永物不仅仅是对外物进行描写和刻画 更多的是借物舒怀 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志向 比如屈原的菊颂,赛阳的是独立不迁的品格 再比如洛宾王的赛玉永禅 书写的是正气男身的一种悲愤 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石灰银是于谦写的 包扬的是一种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 今天的李清照的这首永物词带着女性的独特视角 写的是香气富裕的桂花 李清照想表达怎样的感情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词 这孤天 这孤天 桂花 送 李清照 暗淡清黄 体性柔 情书寄远 至香流 何须浅壁 深红色 自是花中 第一流 梅定度 局阴修 画篮开处 灌中秋 骚人可煞 无情思 何事当年 不见收 此的大意是 桂花颜色浅黄 清幽淡雅 情貌温柔又娇羞 性情消疏远离城市 她的浓香却久久存留 无需用浅绿或者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 她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 梅花嫉妒她 她也让菊花感到妒忌和害羞 在装有华丽护兰的花园里 她在中秋的硬石花木中是无双的存在 大诗人屈原啊 您曾经写过那么多花草树木 在千古名篇《梨骚》里 为什么偏偏不把言贵收录进去呢 永务诗词一般以永务抒情为主 议论相对来说少一些 李清照的这首永贵词却一反传统 以议论入词又托兀舒怀 既不乏形象 议论也能充满诗意 堪称别开生面 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写这首词的时候 李清照和丈夫赵明成居住在青州 在这之前 北宋末年的党争越演越烈 朝廷纷繁复杂 在家庭中呢 李清照的公公赵婷芝也去世了 李清照跟随丈夫在乡里居住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 丈夫的暂时归隐 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和压力 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 李清照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他们在归来堂上研究自己喜欢的金石书画 这给他们的隐退生活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 这段时间可以说他们是公独而望明 自乐而远利 两个人都沉醉在美好而和谐的艺术天地当中 因此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感情基调是舒缓平和的 暗淡清黄 体性柔 情书寂远 只相留 神行兼备地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它的颜色并没有那么艳丽 和很多娇艳夺目的花儿相比 它的外表要简单淡雅得多 它在人们的心中也是情书寂远 仿佛并没有得到像牡丹 像荷花等等的 那么多的荣耀和宠信 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去追捧它 去歌颂它 但是它的性格温柔 留香在天地之间 这几句写得很入情入理 仔细想想 桂花可不就是这样吗 据有关记载 桂树有几种 花色是白的叫做银桂 花色是黄的叫做金桂 花色是红的被称为丹桂 它们往往生长在高山之上 冬夏长青 秋天开花的时候呢 花香浓郁 李清照说它们的花色轻 这个细节是很写实的 它们的花的确很小 不仅是颜色不够亮眼 花朵也不起眼 有时候桂花开花了 也一眼看不出来 它们小小的花朵被演映在叶子中间 往往总是先闻到了香气 抬头仔细看 才会看到它们 李清照这样写 体现出桂花不用明亮炫目的颜色 来取悦别人的性格 桂花颜色不绚丽 却秉性温雅柔和 像一位甜静的淑女 似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 而她又情怀舒淡 远寄深山 只是把浓郁的芳香飘散在人间 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 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 赢得了世人的喜爱 何须浅壁深红色 似是花中第一流 从这两句起 李清照开始用议论的方式行文了 这两句是议论的第一层 花呢当然是颜色亮的 更为亮眼了 至于碧牡丹 绿厄眉之类 那就更是名贵了 这些都是桂花没有的 但是李清照却认为 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重要 气质比容貌更加重要 何须大红大绿呢 一份色淡香浓 纪元品高的桂花 绝对是花中的第一流 梅定度 菊英秋 画篮开处 灌中秋 这是议论的第二层 再看看梅花 梅花既有亮丽的外在美 也有傲双斗雪的内在美 而菊花呢 就更是人们普遍认可的花中君子了 也是毫无争议的 在大家看来兼具内外之美 可是李清照却用对比的手法 认为即使是这两种名花 在桂花面前也要自叹不如 都产生了羞愧和嫉妒的心理 经过这样的比较 桂花的定位就更加清楚了 它是秋天的花中之冠 骚人可煞 无情思 何事当年 不见收 这是议论的第三层 骚人指的是屈原 屈原在离骚当中用包扬的笔法 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名草名花 来比拟君子的品格 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 屈原的人品和才德 是人们共同敬仰的 李清照在这里 用仿佛有点小抱怨的口气说 为什么屈原不选桂花呢 对这位先贤的小抱怨 其实是巧妙地突出了 李清照对桂花的喜爱和看重 李清照的这首词显示出 她卓尔不群的审美品味 用心来感受 觉得非常清雅 李清照的写法也很有特色 永物此永物而不至于物 用群花来衬托桂花的独特的美 通过多层次的议论 形象地展示了桂花 虽然外貌不是很醒目 很出众 她的色彩 也不是很绚丽 很招摇 但是她却具备了 黯淡青黄 情书纪远 这些又富裕芬芳 又清新淡雅 不争不强的品性 其实也可以看出 这正是词人李清照所喜欢的 所崇尚的一些品格 也可以说是她自己 某些心性的写照 读到李清照的这首词 有时候可能也会想到 唐代大诗人张九龄 在《赶玉》里的名剧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者 对于有些草木来说 他们散发香气 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 怎么会祈求观赏者 来攀折呢 而对有的人来说呢 就像是蓝柜一样 他们喜欢去提升自己 尽得修业 只是因为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理想 又怎么会是 一心为了要借这些东西 来博得外界的赞誉 和提拔重用呢 虽然这样的人 看似是没有达到 现今商业社会的 所谓利益最大化 但是他们的内心 从来都是笃定安稳的 他们是不及其于 功名利禄的那些外物的 这样的人 在什么时候都有 他们也都是自带芬芳的 好的朋友们 今天关于李清照的 这孤天桂花 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 欢迎您关注我 我们下期 再会 我们下期